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恒德罗·梅奥卡斯 10月12日发布的一份备忘录 拜登政府将停止 对工作场所的大规模移民搜查 同时准备向报告雇主 虐待劳工的无证移民 提供驱逐出境保护的政策 梅奥卡斯在备忘录中写道 执法重点应该放在 集查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而非劳工 他曾表示 这些雇主制造了不公平的劳工市场 导致合法劳工很难找到 足以获得温饱的薪水待遇 这些雇主也以不平等手段 压低制造成本 梅奥卡斯要求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高层官员在60天内 完成实施细则制定 鼓励遭到雇主剥削的受害者 或者目睹剥削事件的目击者 愿意挺身而出 并与执法部门合作 这些计划应考虑对报告虐待的非公民 采取延期行动 继续拘留 假释和其他可用救济 并提供各种形式的免于驱逐出境的法律保护 美国原油价格于10月11日达到 每桶80.52美元 为2014年10月31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自2020年4月触底至每加轮1.77美元以来 汽油价格几乎翻了一番 高油价会加剧通货膨胀 而全球目前面临的能源危机很可能会继续推高汽油价格 另一方面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0月12日发布报告称 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内通胀指数的预期中位数达到了5.3% 实现连续11个月上涨并创下历史新高 尽管如此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仍然坚称 通胀只是暂时的 美联储将不会因此下调联邦利率 美国疾病预防服务特别工作组10月12日 在其指南草案中说 没有心脏病的老年人不需要每天服用小剂量阿斯匹林 来预防首次心脏病发作或中风 专家组表示 60岁及以上没有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成年人的出血风险 超过阿斯匹林任何潜在的益处 对于40多岁没有出血风险的成年人来说 这可能会有一点好处 对于那些50多岁的人 专家组软化了他们的建议 并表示受益的证据不太清楚 这些建议适用于高血压 高胆固醇 肥胖或其他增加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几率的人群 该指南在11月8日之前 发布在网上供公众发表意见 专家小组将评估这些意见 然后做出最终决定 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 10月11日宣布将对南加州原油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邦塔在声明中指出 原油泄露事件是一场环境灾难 对当地鱼类野生动物社区以及经济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他的办公室将继续投入必要的人员和资源 以确保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并保证调查结果遵循事实 事故调查专家近日在输油管道顶部发现裂缝 且裂缝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发现 调查人员还怀疑可能是附近海域一艘等待泄货的船只的船锚撞到了输油管道 据估算 此次事件的原油泄露量达到约50万升 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管道运营商 海岸警卫队等方面遭到应对迟缓的质疑 10月12日 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意大利所轮拖举行 与会各方同意加强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做出贡献 以及如何推动11月下旬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 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取得具体成果 与会各国部长强调在全球范围内 及时公平地获得新冠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的重要性 此外 会议重申改革世贸组织 改善其运作的必要性 特别是在谈判职能和争端解决机制方面 10月12日 中国正式设立三江园 大熊猫 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 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保护面积23万平方公里 涵盖了中国近30%的陆域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保护了最具影响力的旗舰物种 典型自然生态系统和珍贵的自然景观 自然文化遗产 实现了重要生态区域大尺度整体保护 本来自然明镜需要的优优 看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